因為我手其實比較小 所以說今天挑了一個比較適合我手的戒指 然後還有一個 好勒 剛好衣服擋住了 我把它往下拉一點點 你非常的時尚對不對 可能比較適合男生吧 那項鍊有沒有身上 項鍊有 項鍊沒有 偷偷的把它先收起來一下 對 對不對 好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你的商品到底是什麼 來 三 我要開一張這邊 二 一 好 請打開我們的禮物 來 這邊 這邊要開一個 好 主要是在拆禮物的時候 不用忘記開啟 來 下面可以幫我們拿一下 謝謝 好 喔 好 來 好 來 好 好 我們已經把呢 最熱賣的這個商品呢 現在請數核來一一幫我們揭曉 並且一一貼上呢 在我們 Just Go Just Diamond 震驚店 的這個背板當中 好 來 那我們請數核來 不然我們把就是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喜歡 我先問 你是一個浪漫的人嗎 應該吧 應該 那你有不要想過你有可能做過什麼浪漫的事情 有啊 剛剛講啊 宋正經店的這次 喔 真的 那種賣指數百分 欸 如果我收 你說你收到會融化 會木紋會融化嗎 會 會浪漫嗎 蛤 什麼 會 直接來做心理測驗好了好不好 有沒有喜歡他呢 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可能會選擇口紅吧 喔 所以以前的你是比較那種 直接 比較強烈一種 強烈 對 但是怎麼覺得 但是現在我會覺得說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 當下感覺最重要 當下你的心意 有傳遞就OK 以後是 一輩子的聲音 隨緣 或以後再說 但當下那個誠意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應該會選指賀吧 指賀 好 好 沒有 因為我不是一個很喜歡驚喜的人 所以說 真的啊 你不是一個浪漫的人嗎 是啊 但是問題是 你還是要先了解對方的喜好 對 了解他的個性 了解他的喜好 然後再去選擇 但是他要用一些間接 像線索一樣 然後暗示我 所以你走普爾摩斯路線對不對 對 當然是 但如果女生普爾摩斯的話 男生就會比較累 不會 好 如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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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